在今天我們的主題之前 我們會回應一下新聞發生的一件事 而對一些人的影響 因為我想大家都聽到了 在香港有斬人案 有些人聽到很害怕 就說 糟了 如果我出街會不會有人斬人 有傷人 一種缺乏安全感 都不止一個人 我聽到有些人有這樣的情況 我也在這裡回應一下 首先我想說 發生的事是很不幸的 社會這個世界都有發生不同的不幸的事 令到受傷的人或被殺死的人的家人 受了很多傷害 他本人亦失去生命或健康之類 這是非常可惜的 我想說 講到基督徒 當我們面對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回應呢 怎樣去思想呢 首先有些人會這樣說 如果神那麼愛我們 為何會容許這些事發生 為何世界會有這麼多災難 為何會有這麼多不幸的事發生 不幸的事發生不是因為神 神很想這個世界是充滿神的愛的 不過人們不聽話 所以人離開神 結果人就有很多憤怒 要傷害人或有精神的問題 有各樣的問題 造成世界上的問題 或是戰爭 這些都是聖經所說的會發生的事 所以我們要知道 第一不要壞了 壞了是神引致的 這是人引致的問題 好了 基督徒來說 會不會缺乏安全感呢 糟了 有些事發生 我怎麼辦呢 我想回應就是這樣的 在詩篇二十四篇第一節說到 在這個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這個世界和住在期間的 都屬於我 就是全世界一切都是屬於神的 一切在神的掌管之中的 而神的兒女有特別的身份 聖經講到在詩篇一百三十九篇 第十六十七節說到 神啊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 你已經寫在你的賊償 即我們的生命是寫在神的賊償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其數何等眾多 就是神有很多好的計劃 在我們生命之中 即凡是基督徒 我們信靠耶穌 跟從耶穌 我們可以相信 知道我們是很寶貴 我們的生命有目的 我們的生命不是沒有目的 而且我們的生命不是好像 除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受影響 因為我們是有非常獨特的身份的 是非常之寶貴重要 神一定保守的 當我們深信神的保守和計劃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害怕了 即是神在我們身上 容許在我們身上發生的事 神一定有足夠的恩典給我們 還有有一樣 我自己很深信 有一天我們去到天堂 看到神的時候 神就不會說對不起 哎呀我忘了幫你 搞到你這麼早就失去命了 或者你又被人害 你又搞到你一輩子都不開心 神不會對任何一個神的疑慮這樣說 神會說 你看我在你生命中做了多少好事 我如何保守你祝福你 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可以數算神 很多很多的作為 我們深信神不會留下我們 因為聖經說到 神在我們生命中有奇妙計劃 我們神所定的日子 上面多少天已經寫了祂的策像 所以第一 我們深信神在我們生命中有奇妙計劃 而當我們愛神的時候 遵從神也進入神的計劃 不是每個基督徒都進入神的計劃 為什麼呢?因為有些基督徒又有吵架 發脾氣、犯罪、婚姻有問題 很多問題他們進入神的計劃 他們只是一部分 如果他們仍然得救 他們仍然信耶穌、跟從耶穌 他們仍然在救恩之中 不過他們跟神的計劃脫離 除了一部分就是他們仍然得救 但他們沒有彰顯神的榮耀 那些在跟從神的 就好像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所說 就是說將生在獻上當作活際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生而變化 就能夠測驗神的善良 順傳、可喜悅的旨意 有一個很善良的順傳 可喜悅的旨意 順傳即是完美的 有一個完美的計劃 神有一個完美的計劃 我們愛神將生在獻上 不要跟這個世界 心意更生而變化 就進入這個計劃 所以我們就深信了 我聽神的話 我就進入這個計劃 而我們進入這個計劃 是神的計劃一部分 祂一定會肯定 我們做到神想我們做的事 這一點我希望大家深信 神會叫我做到 神要我做的事 是沒有人能夠攔阻的 只有我自己能夠攔阻 我犯罪便會攔阻 我不犯罪 那犯罪怎麼辦 求主赦免 立即離開罪 遵從神 我們就進入這個計劃 並且將身體獻上 整個生命 跟從神 就能夠越來越進入這些計劃 好了 問題就是 會不會有一天 基督徒忽然間被人殺死呢 或者有些事發生 有些不幸的事呢 如果神有計劃 到底會不會發生呢 神的計劃 不是一定代表長命百歲的 首先 不是一定代表我們個個都到八十歲 或者更大的年紀才離世 才叫做完成神的計劃 有很多人來說 可能他的生命是短促的 好像聖經裡面有司提反 他信了主沒多久 在初期教會已經被人殺死了 但是他完成了神的計劃 因為他榮耀神 即是我們聽神話的時候 我們就 無論我們的壽命是長或短 都能夠成全神的計劃 可能這個壽命是短 是長也好 不要緊的 我總之做到神的計劃 我的生命就蒙福了 這一點我們就深信了 深信的時候 我們就會輕省 就是說 就算有什麼事發生 我不能死的 如果神要我未死 未到時候就不會死的 就算到了時候 那又如何呢 真是死 我做了神吩咐的事 我就安心離開這個世界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對於世界發生的事 都安心 不要害怕 一害怕就會做不到 害怕又如何呢 騰騰鎮的 天天都會說 死了死了 哎呀 什麼做不到怎麼辦 有些什麼事發生怎麼辦 這樣就什麼都做不到 反而我平安輕省 反而我生命被神提升 好了 我們說到這個災難 亦都說一下 其實這個世界是會進入一個很大的災難 大家可能留意到 這幾天的天氣是有點異常 是吧 香港特別的熱 以前沒有那麼熱 並且在香港某些地方 是記錄到40多度 41、23度的溫度 是香港從來沒有經歷的 這個就是這個世界變熱了 其實新聞也說 在這10年 全世界的溫度 很多地方 其實香港不算是最差的 因為有些地方去到50度 50多度 很厲害的熱力 很多人熱死的 再過了10年 20年 到底會怎樣呢 很明顯我們看到今年這麼熱 已經知道 就是說人類想攔阻這個世界變戀 是不太成功的 因為事實上 仍然有很多排放的廢氣 仍然有很多工業的排放 仍然那些兵一直在用 所以其實都攔阻不了 因為它所做的是不夠充分 它攔阻了 於是這個世界依然是越來越熱 如果這樣的時候 再過了10年 20年 30年會熱到怎樣呢 你能不能外出呢 到底熱到什麼程度 就像聖經所說的 就是這個世界末期 是會熱死人的 戰爭亦會隨時發生 因為其實不同的國家 都是一直很強烈的對抗 我們信耶穌 我們就不去說政治 我們只是為他們討告 求主祝福 我們不是敵黨哪個國家 我們只是說 我們想傳人福音 去改變這個世界 求主的祝福臨在 但是的確 這個世界隨時可以發生大戰 一路大戰的時候 現在就不同人敢品 隨時一用核武 這個世界已經完全不同了 所以我們有心理準備 從這個小小的事件 我們就說可能將來有更多的事件 以及有戰爭的時候 這個世界 即是我們盼望這個世界 會很失望 所以我們盼望在神那裡 我希望大家 就是我盼望在神那裡 這個世界發生的事 我們都要面對的 不過我說 我有神的計劃 我今天活著 或者明天 或者有多少年活著 是神知道神的計劃 我不會因為我的壽命短了 所以我成就不了神的計劃 只要我聽神話 愛神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就輕省了 聖經也有說到 末世的人會很害怕 聖經也有說到什麼呢 因為波浪的響聲 人們就方方不定 盧家夫說到末世的時候 這個波浪的響聲 就是說到海嘯 以前沒有什麼海嘯 但現在的海嘯一有 就很驚人 因為水沖下來的屋子 都會淋掉 很多人死了 所以人們很害怕 耶穌說什麼呢 當日子一發生 你就挺身昂首 完全兩個不同的態度 明明很多人 很多災難 很多人死亡 但是我們挺身昂首 因為知道耶穌廢回來 所以一方面我們知道 有憂傷的人 我們安慰祂 另一方面我們知道 我們有神 有神保守我們 我終於走到神的路 能夠榮耀神 在這個課程 我們已經有很多人 被神使用 有些姐妹分享 如何祝福祂的教會 我們每次都被大家操練 互相祈禱 所以大家看到 我們都可以被神使用 我希望大家被建立 成為神所使用的兒女 榮耀神 這樣你每天都完成神的計劃 這樣你就不會怕 好像有什麼事發生 我神的計劃就失敗了 希望大家有一個平安 興省的心 什麼事發生得好 我都靠著耶穌有平安 有喜樂 多謝天父 求主保守大家 哈利路亞 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